送你一位挖痰的中药 上氧肺 下氧肾 外氧皮 润躁症 大家好 我是沈医生 生活中你有没有这种经历 经常早上起床的时候 喉咙就感觉很难受 就好像痰扎根在我们与喉咙里 涂不出去也咽不下去 而且伸出舌头一看 舌红无胎 这是怎么回事 又该怎么办呢 今天就教大家用一味中药 轻松的就把痰给挖出来 其实这种情况从中医角度来看 是体内燥热形成的年痰 身体阴虚有热 或者脏腑中有燥热 这种情况就好比身体 就像一个小火炉 不断的在加热体内的金叶 直到把金叶熬成痰 而这个痰就越来越年 久而形成了年初的老痰 因此无论怎么咳嗽 都不会轻易的把痰咳出 或者即便咳出也咳不干净 而对于这种情况 就需要用一位挖痰的高手 把老痰给挖出来 这里就给大家介绍一位 药师同源的中药 他不仅能养肺 肾 皮 他还是一位挖痰的高手 在神农本草经中寄来 他可以养一清肺热 润造生金 这位中药就是天门东 天门东是百合科植物门东的根 最早寄来于神农本草经 后被人们称为天冬 胃肝 苦 泄无微寒 可入肺肾二经 它有三个用于挖痰的工具 第一 天门东可以清除肺热 第二 是滋补肺阴 第三 补肺阴 中医认为天门东含凉的性格 可以把肺内的火给扑灭 而且天门东还有滋养肺肾阴之功 对于肺阴不足 阴虚内热有不错的改善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提醒大家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辩证调理 不要自行抓药 我是沈医生 有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